今天我是毕竟的男主人 他无缘主任 他方安官 方安官你好 我三个人都搞过局员 所以这我都少了 如果你是湖南本地人 那你或许对这起极其残忍的密门惨案 有所耳闻 一家四口 除了两岁多的小儿子全部遇难 女主人手脚被铁丝捆绑 一丝不挂的横倒在床 身中数十刀 生前还被多人侮辱 男主人也被捅成马蜂窝 全身被鲜血染红 最可怜的还是女儿 年仅九岁 同样体悟完肤 被这些畜生残忍的侵犯 那么凶手到底有什么身手打汗 为何要对这家人痛下杀手 2002年临近春节期间 湖南珠珠宝丽花园 发生了一起轰动全省的凶杀案 两岁多的小男孩龙龙 和三具冰冷的尸体作伴 在家里待的整整两天 或许是出于本能 又或者是肚子饿了 龙龙打开家门爬了出去 热心的邻居看到他浑身泄计地 站在家门口哭泣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天警方就成立了专案组 对于这起令人发誓的案件 展开了侦查 根据多方调查后 确认了被害人的身份 男主任名叫庞仁君 36岁浙江人 早年间搬到这里 做稀有金属生意 家庭富裕挣了不少钱 妻子梁建中是诸州本地人 平时除了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去外 就是打打麻将 和邻居们一起砍大山 而女儿庞天云刚上三年级 十分怪巧懂事 成绩也很好 经过现场干查后发现 屋内的门川都完好无损 没有强行撬开的痕迹 警方推测凶手很可能是从正门进入 不是熟人作案 就是陌生人作案 与此同时 家里值钱的首饰和钱财都被洗劫一空 房间里的保险箱 也称敞开状 那么问题来了 凶手到底是屠材害命 还是顺手牵羊呢 为了搞清楚作案动机 警方试图去启发唯一的幸存者隆怒 但孩子毕竟还小 即便亲眼目睹的这样恐怖的事情 也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他根本没有什么意思 他只能讲 来了伯伯 来了几个男的 伯伯打爸爸 伯伯打妈妈 妈妈喊痛 就是这样 这个办法行不通 警方只能围绕着被害人的社会关系 进行走访调查 很快就发现了两个可疑的目标 首先就是庞仁君在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张三 案发前两人曾通过电话 庞仁君的最后一笔生意 也是和他做的 不过张三拿到货后并没有付款 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存在债务问题 可当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 案发当时 张三还在外面出差 又不在场证据 正当案件调查陷入困境时 警方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这是一起丧心病狂的密门惨案 男人被同称马蜂窝 妻子和九岁的女儿遭多人侮辱后 又连统的树刀残忍的杀害 一家四口仅剩一个两岁男同得以幸存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 咱们急着往下看 被害的男主人庞仁君除了是一个有钱的生意人 还是一个调棒高手 他经常出入客厅和六个美棒有过合作 其中有个叫咪咪的 被庞仁君抛弃后很吃不爽 于是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过警方在案房排查后发现 咪咪和周围的人都没有作案时间 因此排除了情杀的可能 就在这时 一个名为蒋伟红的水果伤犯 突然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根据周围居民的口述 此人常年住在车库 于案发现场紧隔二十米 而蒋伟红的妻子是个家庭主妇 平时待夜在家照顾一岁的孩子 蒋伟红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除了夏天摆摊卖点西瓜以外 基本上就是在家摆烂 经济来源也不清晰 最重要的是 他和被害女主人梁建忠是排友 经常到他家打麻将 对屋内布局十分熟悉 很快专案组便来到了蒋家 结果发现蒋伟红并不在家 他的妻子在接受询问时 总是吱吱吱 语无伦次 警方意识到这其中肯定有鬼 待蒋伟红回到处之后 第一时间就将他带来警局问话 一开始他还十分淡定 面对审问也是滴水不漏 我们问他当时的活动情况 他能够这样 谈笑风生 心理承受能力相当好 一样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在驻着坐火车 坐哪一趟 偷了什么东西 他都讲 讲出来了 很镇静 就在蒋伟红以为 自己可以顺利脱身时 警方突然发现 他的指纹和案发现场 以及前一个月 发生在另一个辖区里的议席 入室抢劫案中的痕迹物证 完全吻合 在这些绝对证据面前 可以判断出 蒋伟红是这两起案件的凶手之一 有了这一手证据后 专案组当即就给他用上了 大记忆恢复术 以及效果显著的疲劳战术 果不其然 蒋伟红没过多久就被攻破防线 将事情全部招了 他不但承认这两案子都是自己做的 还主动把自己的两个队友卖了立功 当晚警方就雷霆出击 将同伙宋三亿抓捕归案 虽然另一个同伙张兵伟 当时已经逃窜到了广东顺德 但在十几天后 也照样被办案人员 勤回了湖南 就这样 三个丧尽天良的歹徒 全部落网 并主动交代了案发 经过一期动机 这是2002年湖南省的一号大案 一家四口 除了两岁多的小儿子 全部遇害 男主身中树刀 扎成了马蜂窝 妻子和九岁的女儿 遭多人侮辱后 也被乱刀毙命 而这一切只因男主人爱漏财 在宝丽花园小区 庞仁君或许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主 但他绝对是最爱炫富的人 身上大金链子大金表 叮当光浪带了一大堆 每次去商店买东西 都会拿出一叠钞票 看起来十分拉风 他的渠金 整来做个什么 更交车 都是第四金 第四渠 用我们话的人比较小 意思是比较招摇 招摇到什么程度 专门经常跟别人说 去年我亏了几百万几百万 今年又赚了几百万几百万 说者无疑 听者有心 由于庞仁君太爱显摆 很快就被楼下卖西瓜的小贩 蒋伟红给盯上了 蒋伟红之前因为偷盗入狱 在狱中认识了张宾伟和宋三亿 三人早就想干一票大的 在确认好目标后 立刻开始了行动 蒋伟红故意接近庞仁君一家 夺子到他家打麻将 在观察到庞家有一个保险柜后 便开始耐心地等待伺机而动 不久之后 他就遇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庞仁君家的保姆带着小儿子来买西瓜 临走时 由于促进打意 把家门钥匙忘在了西瓜摊上 蒋伟红悄悄收了起来 转身就跑到外面配了一把 等保姆回来找时 又像个没事人一样 把钥匙还给了他 蒋伟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庞家的通行证 很快便和两个同伙一起拿好撬棍 杀竹刀 悄悄地潜入了被害人家中 解决掉庞仁君后 三人又将妻子侮辱并杀害 原本他们并没有打算对两个孩子下毒手 蒋伟红甚至还特意避开庞仁君的女儿 让宋章二人到隔壁卧室把风 没想到这两人却起了歹念 轮番对小姑娘强行动粗 女孩拼命哭喊挣扎 跑到卧室找爸妈求救 结果意外看到了蒋伟红的身影 蒋伟红将小姑娘连同树刀 直到没有任何反应后 才起身撬开保险柜 拿走了里面的250块钱 以及几件金银首饰 为了以防万一 三人将旁人君的小儿子掐昏后 才匆忙离开现场 由于太过惊慌望了关门 两岁多的隆隆才有机会爬出门外 从而得以幸存 历时28天 专案组最终将此案侦破 让当地居民不再担惊受怕 也将这三个牲畜 绳之以法判了死刑 天网恢恢 书而不漏 任何罪恶都逃不了正义的制裁 还是要提醒大家 财不外漏 祸从口出 生活富足固然好 但低调总好过张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